第八題有個汽車從靜止出發全程做等加速度運動 0到1秒的時候車子前進的位移是100公尺 請問我們4到5秒鐘車子位移為多少公尺 那麼這一題呢 我們如果按照老師平常的教法就是要畫個VT圖 畫個VT圖 然後他從靜止出發 然後呢1秒鐘呢 位移是100公尺 那這個速度呢我們不知道 速度我們不知道 那麼我們說過VT圖我們只會做兩件事情直線求加速度面積求位移 那麼我們要再算到4到5秒的時候我們需要加速度 可是呢這一題沒有 那是我們一個位移 所以呢第一個呢 就是位移是100公尺 那麼底乘以三角 底乘以高除以2 面積代表位移這個是一個三角形 只要會等於呢100 所以呢速度就是200 然後呢這個是個等加速度運動 那加速度多少呢 就是要Delta T Delta V 然後呢就是 我們是0秒的時候呢 是0 1秒的時候呢 是200 所以我們算算的加速度呢 就是200 加速是200的話 那麼 有一個4到5秒鐘 有個4到這邊有一個速度 1 5秒鐘呢會有一個速度2 那麼我們就需要知道速度1跟速度2 那麼當然我們可以再帶一次A等於Delta T Delta V 那麼200 0秒的時候呢是0 4秒的時候呢是我們的V1 所以呢V1呢就會等於800 然後呢同理呢 200呢就是0秒的時候是0 5秒的時候是V2 所以呢V2呢就會等於1000 所以這個V2就會等於1000 然後呢 VT圖直線 代表加速度面積代表位移 這個面積就是4到5秒的位移 那麼我們就可以呢 這是一個T形的面積就是上底 加上下底 乘以高是1 除以2 所以又變成1800 所以答案叫做900 所以我們就是 每秒呢就是900公尺 這是按照我們過去所教的方法呢 好好的呢一個一個的呢 認真的呢努力去算它 但是其實呢我們還有一個 結合數學的方法呢來 結合數學方法來做 我們也是一樣我們就畫一個VT圖 然後呢 一開始的時候呢 1秒的速度呢 不知道這邊多少呢位移是100 然後呢我們就知道一個5秒鐘 那我們可以知道呢這裡有一個大三角形 還有一個小三角形 這兩個呢叫做 相似形 那麼因為相似呢所以面積會成比例 那麼這個邊長呢是1跟5是5倍 所以呢 邊長變5倍呢面積就會變成平方25倍 所以呢零 0到5秒鐘的位移就是25倍 25乘100 叫做2500 那麼同理呢這個有個4秒鐘 一樣這個三角形 大三角形跟這個小三角形會相似 那麼現在邊長是4倍 所以零到4秒 4倍的話4是16 乘以100 1600 那麼 4秒走到1600 5秒走到2500 所以4到5秒走到2500 我們減掉1600 所以呢叫做 900公尺 所以我們也可以知道呢這個答案呢是叫做 900公尺 所以呢我們就知道 我們第八題的答案呢應該選擇的是 900公尺 然後我們看我們 可以用結合數學方法來計算呢 也可以用我們過去教的VT圖呢 直線球加速度 面積球位移呢 好好的慢慢的 一個一個把他算出來 好好的 好好的 再見